在台灣華航機師感染群組擴大 再多3個人確診 包括一個機場防疫旅館的員工 當局懷疑旅館是感染源頭 超過48個旅館的員工和住客要撤離檢疫 駐台灣記者歐國強報導 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 到桃園機場旁邊的防疫旅館宣布清空行動 有些人在醫院有一段時間 造成有可能的傳播鏈 有可能在環境上有風險 所以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決定 要把大家都撤離到集中檢疫所 多個華航火機機師和家屬先後確診 星期四再新增一個機師、一個家屬 以及防疫旅館一個防務清潔主管染病 這個群組目前總共18宗病例 其中多人感染源頭仍然不明 另外有三個旅館員工發燒 亦可能受到感染 當局懷疑旅館可能是源頭 另外一個日前確診的70多歲男人 被發現曾經到桃園一個舞場 跳舞超過4小時 當日現場有大約100人幾乎都沒有戴口罩 外界關注會否爆發群組感染 當局說已初步掌握個案 相關接觸者總共190人 亦為居家隔離對象 無線電視珠台灣記者歐國強不倒 好 好 好